大家好我是熊蹦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 查爾斯搭配信仁果的快攻隊伍 這邊特別感謝Spot大大他這邊有分享 那這一個隊伍的話是可以打 就是敵方如果是有單補的這個帕菲的 他是可以打的 單補的帕菲 那這樣子我們這個隊伍他是可以直接一套結下去 那敵方會來不及補血喔 那如果敵方他的補是花小龍那不好意思 你就不要打OK 這一組他雖然是快攻很帥沒錯 就是去年也有類似這種 信仁果跟查爾斯的陣容 但是我們這一組只能夠打 敵方他這邊是有怕飛的齁 如果是花小龍的話是完全不能打的喔特別說明 因為花小龍本身他是無敵的 那如果你讓他放到體力護盾以及還有減益效果相關的抵抗之類的東西還有抗暈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整組就毀掉了 好那我們這邊斗篷的話是給我們的那個拿鐵跟查爾斯特別說明 那哨子的話就是給組輸出齁 快速來看配料 查爾斯的話這一邊是完全攻擊的然後持有抖篷的效果 月光的話冷卻差不多18%左右17.3%以上那這樣就OK 然後再來拿鐵的話是完全攻擊一樣是抖篷的效果 冰箱女王的話就是完全攻擊然後有互抗 然後信仁果的話就是全抗就這樣子 OK 好啦那就來實戰吧 那這邊來看一下實戰吧 敵方的話是221的嘛單補的怕飛然後記得是不能有羽毛的齁 好就這樣子打吧 好加油喔 慢慢喬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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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就打過了齁 就是這個傷害就給各位當作參考就是快速打一波 那也只能夠打單補的怕飛而已特別說明 好接著第二場這邊12的陣容一樣 只有怕飛那沒有塞任何羽毛的齁 那一樣開打 哈哈哈哈哈好繼續幫人在按摩 成為我的勾 我要帶 好第二場這邊也打完了 然後在第三場這邊特別注意一下敵方如果他這邊是長尾巴的話不確定就不要打了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秉持的實驗的精神喔 好那這邊很幸運的一樣是怕飛的陣容 然後我們這邊接招好像 哈哈哈哈他的秒數不太一樣 哈哈哈哈 好但是我們還是打過去了齁 只是他的接招秒數好像怪怪的齁 特別 剛剛有看到嘛就是 我們正常來說應該是要冰雙女的冰到但是 對好 因為人家的話他這邊星塵那個有先嚇到齁 OK 然後再來一樣 這個的話是比較偏向很像西蘭的陣容 這個的話我不敢確定 敲敲敲看吧我覺得他這是西蘭的 不對耶 這怎麼遇到西蘭也會翻車 哈哈哈 如果你們看著聖莓果的位置 怪怪的 這一組也要特別注意喔 OK好那就這樣 接著這邊一樣是221的嘛 那這邊確定了就是聖莓果跟怕飛嘛 好那這樣敲下去吧 我們這個打得好努力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啦所以這一組快攻還是有一些地方要特別留意 就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包含像是可能如果敵方是藏那個西蘭的 位置啊你看到聖莓果的位置不一樣你就要特別留意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如果是雙補的 有放花小龍之類的那也不能打 那之後有新的想法會做更新 我是雙蹦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